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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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12月10日 12月差不多又来到一半的时间 之前我们已经预期了 大致上12月第一、二个星期 是会有一个回下的市场 要买不买货 要等过了第二个星期才好看 很多朋友由于有货的关係 经常觉得市场不想去跌 之前真的很对不起 市升升跌跌是必然的规律 今次始终很早就说 第一件事不要跌穿265 跌穿了265之后 可能上面就要看是260 以至去到250 不过今次如果市跌下来 是应该考虑一下 是买货的 买货不是因为香港好 香港真的不好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废柴的政府 你只看他一搞疫情 就已经搞到一祸足 好了 你这么多个专家 你根本做不到事 你很简单 你找阿爷的专家过来 那些专家不行 你就不要再听那些专家说 你找阿爷的那些 明框那些东西吃完了之后 会肚子的 你继续去吃 就让香港人死了 所以 在这点里面 有很多人 就会觉得市道是不想跌 不过很对不起 在过完这个春节之后 香港的失业潮 将会很厉害的 因为今次 因为今次 你又没有这个失业 这个职业的保障金 第二有也好 那些公司都不去拿 那自然就会炒人了 炒人的时候 不要说什么 飲食业界 又有24万员工 说完了 那因此 看看 恒生指数 会跌多少 那今天呢 有一个题目要讲的 就是说 有个朋友讲 问一下黄金怎么走势 那我站这儿很快趣 讲一讲 因为我会有一篇文章讲 黄金现在的做法 已经跟一些以前的经济学 概念是不同的 不要以为美元弱 那些人一定会去买黄金 如果这世界有人去买比特币 那他们去买比特币 亦都会出现了很多 由黄金 之前去问黄金的 买黄金的ETF 就走了去买比特币 那我是觉得这个愚蠢的 比特币其实是阴尸子来的 不过 那些人喜欢买 以为将会有用 你就要这样搞 之但我只是讲 没有一个国家 会容许民间去出货币 因为出货币权 是一定国家的主权 比特币之所以出现 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 是因为美国佬 和其他人 想滚中国佬 去做投资这件事 阿爺很聪明 一早就已经讲了 比特币在中国的贩卖 是犯法的 因此 在中国买卖比特币 是等错监 如果阿爺不是定这件事的话 哇 以中国人来说 你又不让他炒楼 炒股又没有什么 有什么等等 我就炒比特币 炒比特币 你最终被别人一个段 就全搞了 现在还好 你犯鬼佬 你自己真的炒 你不去做什么 你就会去炒比特币 所以我劝大家的朋友 如果你真正要做比特币 如果要炒比特币 的话 不 你预计 是不见百分之五十二百分之九十的身家 我就应该给比特币上面投资 因为一句说话 很简单 不会容许人民间出货币 这个例子 其实这个汉朝 汉武帝已经出现过 后来的始终 由于它出现的时候 你出现到这些什么东西 是找到之后 就会弃势 比特币 即使是假银子 假银子这些接受 没得好说 好了 说完这里 马上回来 说回歧市 这个周线图上 继续跌下来 线图上继续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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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股票的事,所以我立刻發派出席 回答 有朋友問,這個有一帶一路 有這個RECP 超商那個港口就很好,對的 這個想法是正確,不過想得太早 因為RECP何時開始? 上個月才簽了,上個月底都簽了 所以在這點裏面,招商局需要留意的是股票 不過你不需要留意港口主 之前我介紹的聖詩貨櫃 現在看到最近的消息說貨櫃多厲害 四千多元的櫃都找不到 在這點,在這個情況就這樣看 招商局過去的5天還有大手買賣 因為到今天去到11點,不見了大手的陰影 不過有個好處,流出的資金是減少了 因此招商局,在這裏我自己會看 短期阻力9.7,支持8.9 目標是8.9 不過,是不是去到8.9就可以去買呢? 這個日線圖 這個還在下跌 所以,不好 我自己個人看 它可能要去到8.5 而至8元才有支持 不是很多的 8元以前都是這個位 8.5就是這些位 也有朋友問中信 中信股份 很多人問,為何經常跌呢? 沒有法子 你看到買貨的資金不積極 之前的時候,過5天 大戶大手買的只有11% 沽的只有16% 到今天,始終都是沽的 多一點 很多都是海軍鬥水兵 在這裏,散戶打散戶 因此,它現在在周線圖上 它是下跌,是試底支持的 我認為它還在尋底 因為這之前的底就是5.5 起這個位置 起這個層面底 因為這個還在下跌 這個中軸是在下跌 日線圖上面 就已經上了之後 下跌到這裏 我會傾向看它 6元有阻力 5元會有支持 目標位 我是看它 希望它5元至5.3 真正找到它的底 所以暫時 不需要這麼心急去買 好,接著有人問一個中國聯通 被制裁的股票之一 沒有問題的 制裁完了之後 過往5日 在大手買賣方面 買入的方面 是弱雞少少 沽出的方面是强少少 到今天 到小一點時中 就覺得買貨的人好像强少少 就是少少 這裏就變成了 流入 流出的資金 是少了一點的 在日線圖 在周線圖上面 它繼續會向 保利加東道的下足 來到市 下足這道市的話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它可能需要跌到 4.2至4元 才有支持 上面 沒有辦法指 阻力是5.2 這是日線圖的 聯通之後 有人問中移動又怎樣 中移動又是被制裁 所以被制裁的時鐘很簡單 過往5天 你就會看到 買的好像有些力量 不過你買不起 鯊豬那麼多 買不起 是不是 今天 似乎是買的力量少了少少 沽的力量多了少少 這是大售的 這是大售的 因此 今天的價格 稍為會回落少少 日線圖上面 在周線圖上面 還繼續在沉底 那麼 沒有貨的 就沉 這個觀望 有貨的 沒有法治 你要是要自洩 要是捱住它 之前我已經講過這個問題 46元的時候 我曾經講過 46元可以買 不過 它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41元 41元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在這一點的情況之中 我估計它今次 可能是要試41元 那麼這裡就是日線圖 周線圖 這裡一樣東西 有些朋友問奧博 奧博呢 很簡單 現在你看到的 今天 大手沽的東西 大手買的就沒有 那似乎就是 沽的意向 是會大少少 不過就是因為這樣才好 去到這裡 那些人不是很肯買 那我就覺得 它可能起現水平整固 反正可以想一下 可不可以8.8 是撩少少 8.8撩少少 只蝕就是8.6 兩好珠而已 上面左力就是9.5左右 9.5左右 這個第一站 再站之後 上面是11元左右 如果能夠上9.5 就可以望這個11元 所以因此在這點 就有少少寂寶的空間 真的可以奧博一下 有朋友問這個中升 中升 很簡單 看到這個股票的尺寶之中 我找得到近日 資金的流向 就是 昨天 有很多資金流入 那代表什麼呢 可能有些人 開始做些事 因為這套資金 在這裡少了 那今天 資金還是減少少 沒有所謂 再看過一兩天 中升的控股 到現在這裡 還在上面 是匯下下來的 匯下下來 在試著 這個上升通道 是周線圖的中軸 日線圖上面 就跌到去 跌穿了那個底支持的了 跟著之後 我就會覺得 它還可能會下跌少少的 支持要跌到去 50元左右 50元左右 這個就是46 可能這兩元就是這些水平 那我暫時覺得 它還是會要回落一下的 安徽海拿水泥 一隻是被很多投資者 使很多投資者失望的 不過 開始看看 這裡的資金 昨天和今天都有資金流入 希望 希望 是可以站好 今天呢 大手買的就有 大手沽的呢 不見 之前呢 就是大家是打對手的 13%對12% 因此 安徽海拿水泥呢 它現在跌到來這個位置 可能在做一個雙底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 去到 看看會不會是4.6的時候 就想一想 那當然啦 4.6的時候 想一想 就是上面看這些位置 再跟著呢 就是有人看 就是這個 安徽海拿水泥 兩個月 日線圖的 有人問這個華臣 華臣十分之好 不幸運 這個搞緊又說 要破產等等 因此股價 跟著沒有什麼運效 如果你不早點沽 就沒有法子了 都唯有 就是 你很難跟它 就是長想施首的 一一想說我要死啦 就是想要破產的股票 就真的沒有得救它 那在這裏呢 周線圖上面 繼續跌下來 那跌到多少 如果你給我看的話 真正可以去到這些位置 4.5 好了 日線圖就是這樣 完全就是長空 跟著兩個月的又是長空 沒有法子 因為 遇人不熟 中糧加階康 這是國內的 支持住食品股等 好了 在這裏面 之前都是資金流出的 今天 有一些資金流入去 在這裏面 因此 我們看看 今天 大手賣有一點點 大手沽是少少 沒有 好 因此 我們看看它 會不會是彈上去 這個周線圖 這個是日線圖 它已經上去 保力加通道的上軸 跟著來試中軸 如果中軸的話 希望它可以站得到的話 它繼續彈上去 因此 可以搏一下 就是兩個二 來想想 然後再跟著這些 就是指示這些位置 目標還望3元 支持它 支持它 就是兩個四號 本 有一隻新股 叫做 雨勤 出生不太久 但是 後面 有力人士 又欠奉 出現 水兵鬥海軍 散戶對散戶 因此 這個出現 周線圖的 幾天而已 所以周線圖 可以動 接著 月線圖 沒有了 又是幾天而已 六個月 什麼 看小時圖 這個小時圖 就很簡單 嘩 出了之後 由五毛指導 隨隨隨隨下來 這個就遇人不熟 無法指 那 怎麼做 現在去一號 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手 你沽了之後 你分分鐘的錢 收了錢 都不夠給經紀佣金 拿著 作為做一個教訓 不是所謂新股的認購得到的 好 中國旅業 中國旅業 曾經有個時期很興奮 接著 落回來之後 這幾天而已 不過已經代表了 這個整體的走勢 過去五天 都還有一些大戶 來有興趣玩 即是今天 去到11點鐘 都只是 海兵 即是水兵鬥海軍 來到今天 是有少少錢 進來 那鐘旅是會怎樣呢 鐘旅 我會覺得 它是一個去到現在的階段 是高位整固的階段 不要看得它太淡 也暫時不可以看得太好 周線圖上面 它是在試著 保利亞通道上軸的支持位 現在下來 就是保利亞通道日線的中軸位 只要希望首都的中軸 就會有個反彈少少 去到3元 3.2元 這個水平 因此 如果這裡可以想想 可以的話 你又能識得起京豐省的 想想 可以在2號 2號 2號 來入 當然 3號指 來做看門口 上面就看 可不可以去到3.2了 接著還有就是亞居樂 亞居樂 也是今天 直至11點 也是海軍鬥水秉 大戶不見身影 不過好處就是 似乎過去幾天 開始有些錢流進去 流進去的時之中 不過已經破了 保利亞通道中軸 這是周線圖 然後日線圖上面也破了 日線圖2個月 就看到這裡 就好少少 是底部有的支持 希望它有的反彈 中國海洋石油 一個被制裁的股票 被美國製裁股票 沽的大手是多些 這個是出來的時候 接貨的人是少些 因此沒有辦法 一看就知道 過後的5天 都是沽多 賣入少 於是股價自然就會 繼續回下 成交亦都是大增的 日線圖上面 一個咳尾尾尾尾尾尾 就誤尾尾尾按摩 這兩個月 kennt… 我自己覺得 這個股票的支持 真的可以 再退很多步 去到5.5 度 有貨局 自己記不上想 是不是去 remains Сейчас associates 不要了 大把東西可以買 普通 中心國際 亦都是被制裁的股票 不過和其他人不同的命 ため中心國際支持 因此雜了資 因此可以發展 所以它的股價就比較看好一點 一些人覺得你拿錢就是做事 做事就有盈利 在這點裡面 過往那幾天中芯國際沽盤大作股是多一點 不過今天去到11點 買的是佔多一點 在周線圖上面 它去到這裏是纏繞著中族 意圖是想上升的 在這個日線圖上面 亦都是類似的走勢 我比較傾向它在低位反彈 可能再上升多一點 上去多少呢 大約上去25至30元都可以 在這個年假因此可以有這個 吸納的價值 支持位等於20元 用2元雞 薄上面的是3元雞 和可能的是十幾元雞 看看是怎樣的 好了 我今天要推介一隻股票 叫做中石化油貨 1033 其實這隻股票 在上兩個星期我都已經介紹過 不過現在又再撿出來 過了五天 大手的買賣是這樣的 今天大手買的都是多一點的 大手沽不見了 因此今天的資金流入 是多一點的 由於今天的資金流入多一點 因此 那個價位一定是上升的 其實上升已經不單止是 這個星期上升 是這幾個星期上升 因為這個我上幾個星期 都有介紹過 這個中石化油貨 那麼日線圖上面 它是今天很明顯地 一個大陽足 衝穿了這個保力加通道 試圓這個底部 就是中軸 就是衝穿上軸 通常這些走勢 後面還有一個後軸 可以去支撐它 因此我覺得 短期支持 大約6.4度 現在是6.8度 看看可否現間吸納 上面望的目標 就是7.5元 以至到1元 基本上 今天介紹就是這麼多 好 之前介紹過的 就是暴風過了 暫時做了 接著 金絲稅的時鐘 可以買可以不買的 因為仍在運運多多期間 可以等的 完全等的 吉利 如果買了的話 沒有拍子 先捱住新場價錢 如果未買的話 就等等 我辭興覺得 這兩隻股票 辭職都會有些機會的 暫時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